我们来关注马来西亚的政坛风云 过渡首相马哈迪今天上午到了国家皇宫 进见最高元首 而大约在一个小时之后 马哈迪坐着关车离开皇宫 这是不是意味着新任首相即将出炉 我们马上和守候在国家皇宫外的特派记者 陈思璇连线 思璇你在现场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消息呢 是的 知音 那就像你所说的 目前就在国家皇宫外的这个现场 过渡首相马哈迪今早八点半的时候 首先是到首相署上班 他随后在十一点的时候就抵达了国家皇宫 在历经一个小时之后就离开皇宫 目前暂时也没有对外公布 他到底进见国家元首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 那也有传言指 安华也会在今天来到国家皇宫进见国家元首 我刚才也向时事评论员了解了整个局势 他说如果今天只有马哈迪进见国家元首的话 那皇宫可能稍后就会有所宣布 不过如果今天是马哈迪与安华 一前一后到国家皇宫的话呢 那可能这就是马来西亚换首相的前奏了 那值得关注的是马哈迪呢 今天预计也会在下午四点 如期的宣布因冠状病毒而推出的经济振兴配套 而这个也备受关注 希望联盟呢 在今天一点的时候也召开了主席理事会会议 那按照惯例呢 他们一般上会在会议后召开记者会 因此目前也有大批的记者助手在现场等候最新消息 在其他的政党方面呢 这个巫统全国的区部领袖 今天也受召到吉隆坡的巫统总部 与党主席以及最高理事召开特别会议 那会议的最终结果也是备受各界关注的 那以上是我目前在马来西亚掌握的最新情况 我将会在稍后六点半的新闻时段 继续为大家跟进最新局势演变 把时间交为给你直营